《中文字幕》 可否要介紹一下 我叫杜昆然 我在台灣一年多一點 你是從事? 現在做什麼? 我現在兼職做攝影助理 一邊上學一邊做攝影助理 是的 大部份現在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對香港的影響也很大 我打算趁這個時間 自己有儲了一筆錢去讀書 假如沒有疫情 你會不會不選台灣 會繼續回香港? 我可能真的會繼續留在香港 因為始終我的工作相對穩定 沒有很大的誘因要我去做一個轉變 你剛才說 你來台灣已經一年了 你覺得台灣的工作環境和香港不同? 工作環境? 始終我上一份工作 和現在兼職的性質差異很大 大概說一下 台灣人給我的感覺 或者工作上 可能我們 因為語言上溝通上 可能有些差異 會令到效率低 為何至今都假如在台灣? 很大程度上 是因為我想向攝影這方面發展 因為以前攝影只不過是我的一個興趣 我既然覺得自己這樣有興趣 如果有機會 就嘗試進行那方面 向那方面發展 可以說一下對你人生中央最大的一句話嗎? 這句話是 我做廚房的時候 有個師兄跟我說 他就說 無論在廚房做也好 在任何行業也好 要肯做 不怕被人罵 不要怕吃虧 我覺得這三句其實都很實用 因為我時下年輕人 我都覺得有些是比較怕 覺得有份工作太辛苦 賺不到什麼錢 我覺得一份工作 你不要看得那麼表面 可能他真的賺不到很多錢 但可能他給到你的技能 或者學到的東西 絕對不是用錢可以衡量 有很多事情到明先生上 接受我們的訪問 不要客氣